诗诗记 第二章 耶和华的使者从吉甲上到波金说 我领你们从埃及上来 带你们到我向你们列祖启示应许之地 我曾说 我永不废弃我与你们的约 你们不可与这地的居民立约 要拆毁他们的祭坛 你们竟没有听从我的话 你们为何这样做呢 因此我说 我必不将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 他们必做你们泪下的荆棘 他们的神明必成为你们的圈套 耶和华的使者向以色列众人说这些话的时候 百姓放声大哭 于是他们给那地方起名叫波金 并在那里向耶和华献祭 约书亚解散百姓 以色列人回到自己的地业 占各自的地 约书亚在世的日子和他死了以后 那些见过耶和华为以色列所做一切大事的长老还在世的时候 百姓都侍奉耶和华 耶和华的仆人 嫩的儿子约书亚死了 那时他一百一十岁 以色列人把他葬在他自己地业的境内 以法连山区的亭拿西列 在加石山的北边 那世代的人也都归到自己的列祖 后来兴起的另一世代 不认识耶和华 也不知道他为以色列所做的事 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去侍奉诸巴利 他们离弃 领他们出埃及地的耶和华 他们列祖的神 去随从别神 就是似为列国的神明 向他们叩拜 惹耶和华发怒 他们离弃了耶和华 去侍奉巴利和亚斯塔路 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发作 把他们交在抢夺他们的人手中 又把他们交给四围仇敌的手中 以致他们在仇敌面前再也不能站立得住 他们无论往何处去 耶和华的手都以灾祸攻击他们 正如耶和华所说的 又如耶和华向他们所起的事 他们就极其困苦 耶和华兴起适师 适师就拯救他们脱离 抢夺他们之人的手 然而他们却不听从事师 竟随从别神而行淫 向他们叩拜 他们列祖所行的道 所听从耶和华的命令 他们都速速偏离了 并不照样遵行 耶和华为他们兴起适师 耶和华与适师同在 适师在世的一切日子 耶和华拯救他们脱离仇敌的手 耶和华因他们受欺压迫害 所发出的哀声 就怜悯他们 但适师一死 他们又转去行恶 比他们祖宗更坏 去随从别神 侍奉叩拜他们 总不放弃他们的恶习 和顽梗的行为 于是耶和华的怒气 向以色列发作说 因为这国违背我 吩咐他们列祖当首的约 不听从我的话 约书亚死的时候 所剩下的各国 我必不再从他们面前 赶出任何一个 我要借此考验以色列 是否肯谨守遵行 耶和华的道 像他们列祖一样的谨守 耶和华留下那些国家 不将他们速速赶出 也不把他们交在 约书亚的手中 就算了 郑家 都要认为 他的帮助 你 然而 没有 我认为